12月28日,在国杆同盟军的官方信息发布渠道沉寂了十余天之后,突然宣布解放国杆首辅老街以及先前九宫不克的缅军堡垒大水堂,恰好1027行动至今,历时两个月整,同时,有消息说二次会谈又失败了,这种说法可信了。 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全面收复老街。 12月28日,缅北国杆同盟军官方宣布,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他们已经完全收复了国杆地区的老街城区,以及周边的重要军事据点——大水堂。 这是缅北同盟军自1027发动攻势以来,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也是缅军在缅北战场上所受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同盟军全面进入了国杆自治区的大楼,但是很可惜,里面电炸头目,以人去楼空,全部跑了。 同盟军在里面搜出了很多白尾军头目,还来不及带走,而匆忙烧掉的大量的纸币,作孽啊。 这跟当年日军战败后的所作所为一样,拿不走的就烧掉。 另一个,在白锁城的家里,白锁城和他的儿子白银仓也都没能抓到。 但是他的豪车兰博基尼被同盟军的炮弹抓到了,感觉很可惜啊,前段时间还爆出有很多明星给他录制视频,祝贺他的生日。 想想有多讽刺啊。 二个月过去,已由风光无限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抱头鼠窜了。 不知道他家里的那么多的金丝楠木家具有没有被毁坏,希望没被打烂吧。 以后同盟军光复果敢后,也可以把白家进行修缮了,尽量保持原状,可以作为旅游景点卖门票,也是一个不错的生意吧。 二十七日下午,同盟军成功拿下老街伪政权的特警中队,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可以说,同盟军的装备又增加了很多,现在就缺人了。 随着同盟军全面收复了老街,缴获和俘虏了很多的白伪和免政府军的兵, 同盟军方面也逐渐遣返大量的老免人员,遣送他们回老免老家下缅甸地区。 在国阁地区,很些地方老百姓也可以逐渐地回家了,但还是要小心。 与此同时,在清剿老街时,也抓获了一位以前的缅军的网红缅甸友福。 此前他曾在网上大肆地攻击同盟军,被抓后也没了往日的神采。 拿下老街后,白家在老街的所有据点将全部被拔除,只剩南天门和米线沟了。 目前,米线沟已经被同盟军彻底围困,希望能够早日拿下,打下自己的一片蓝天。 最近,关于缅北二次和谈的具体信息,已经开始在网络上传出。 为了解决领土划分的问题,缅军想争取木杰市的105码头贸易区管理权,愿意让出南桑、曼通、布朗等地区的四个镇,同盟军方面不承认果敢区域的划分, 不愿意让出解放区、滚弄、九谷、棒赛、登泥等地区。 同盟军这次看清了缅军了。 没有同意他们的谈判条件,上次都已经上当了。 反手被缅军缓过一口气后,翻脸轰炸老街观音山一带,这次不同意他们的条件了。 木杰已被围德水泄不通,收复也是早晚的事,凭什么让点你? 相比老街,木杰的人口,经济能量更大,同盟军方面不会不懂。 缅军的想法不外乎三点,一同盟军不能搞分裂,不能独立, 二个,同盟军在缅北的贸易利益不能独占。 第三个中方要维护缅军政权的稳固。 目前十大电炸头目就在缅军手上, 但现在缅军根本就不把中国方面的通缉令放在眼里。 拒不骄人,这让大国大为恼火。 现在还用来求中国救他? 俗话说,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缅军醒醒吧。 看看通缉令发布后你的表现,同盟军方面的思路, 就算是不在国杆地区,独立建立华邦大汉地区, 在国杆地区也肯定是高度自制。 缅军别想驻军和进行任何插手,包括经济贸易利益。 会谈或将失败。 在近日传来了三条消息,虽然真实性有待考证, 但是我认为这几条消息的可信度还是比较大的, 值得给大家予以分享。 第一,同盟军与缅军的二次会谈又失败了, 缅军只同意给国杆同盟军萨尔温江以东, 县国杆地区这一地盘, 而广大萨尔温江以西同盟军和德昂军已经占领的区域, 缅军要求同盟军和德阳军再吐出来。 第二,缅军一直在收缩战线, 将所有的武装几乎全部都收缩至米线沟军事基地, 最精良的装备也都藏在了米线沟军事基地。 第三,缅方以缅门发布了一个警示通知, 要求老街市内的所有居民需在2023年12月28日下午6点之前全部撤出市区。 尽管我们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但是所谓,小心使得万年船,不可不防。 缅军为什么以缅门的形式发布呢? 他们实际上是发给缅甸族人看的。 结合上述种种最新的信息, 我们推测果敢同盟军和缅军之间可能还有一个最终的对决。 果敢同盟军虽然收复了老街, 但是大部分都是果敢民团向同盟军投降的结果, 细心观察的网友都会知道。 前几天进行的同盟军和缅伪军之间的战斗, 主要是发生在同盟军和伪军之间果敢的边防营, 警察营和民兵大队纷纷举手投降或被窃。 果敢同盟军顺利地实现了对果敢老街大部分城区的战令。 但是, 真正的同盟军与缅军的交火也就发生在观音山老巷堂一带, 同盟军最终俘虏了几十名缅军。 要知道, 缅军驻扎在老街军分区的武装人员是在四位数以上的, 而且有两个准将镇守在那里, 现在所有的缅军武装几乎都退缩在了米线沟军事基地里面。 因此, 河潭再次破裂导致战事再次发生的概率很大, 如果二次谈判破裂属实, 那么缅军会不会来一次大的反扑? 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首先, 米线沟毕竟是缅军的军分区司令部所在, 而且有双准将镇守在那里, 如果不战就大规模地乖乖投降, 那可真是创了缅军历史上的记录的将成为缅军史上最大的丑闻, 不但如此, 缅甸米昂来的脸也将会被丢光。 即使同盟军队投降的缅军进行了宽大处理, 那么这些人, 特别是双准将返回到下缅甸去也没有立足之地。 此外, 目前缅军空军优势依然存在, 刚刚入役的苏三十就有两架, 如果缅军米线沟军事基地反攻之战打响, 那么缅军的空军一定会进行空中配合。 不但如此, 缅军的空军可能还会无差别地轰炸城区, 此前缅军已经布置一次地, 对全国各地的民族地方武装控制区进行过无差别的轰炸, 缅军有可能不甘心将老街乖乖地交给同盟军手里, 可能将果敢老街炸成一片瓦砾, 而且就在近日果敢同盟军发布了一条通告, 大家看到了吗? 在这个通告里头有一条这样写着, 要求特区民众撤往安全地带避难, 大家可能会怀疑, 这个通告就连个章都没有, 是不是伪造的? 如果你细心去读这个通告上的每一个文字的话, 就会觉得这个通告基本上是属实的。 第一,所提的三点内容全部符合同盟军的作战宗旨, 第二,同盟军在该通告当中对中国籍人员非常客气, 用了规劝二字符合同盟军对中国人的态度, 第三,同盟军坚持要把电炸打击到底, 这符合同盟军的初心和使命, 第四,通告上还留得有警官联系人及其手机号码, 这更加增加了该通告的可信性。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通告真实性比较高, 回到主题上来,为什么同盟军在这个时候 要求特区民众撤往安全地带避难? 同盟军参与了和谈,一定是也知道了和谈的结果, 根据第一次和谈结果之后立刻发生的 缅军与同盟军之间激烈的交锋的经验, 同盟军一定也是感觉到了。 缅军可能会开展一场在国赶老街最后的大规模的反扑, 而且可能会动用最新入议的苏三十战机驻战。 如果国赶老街如再次爆发同盟军与缅军之间的战斗, 那将是一场中战。 现在除了缅军米线沟军事基地被扔在缅军手里之外, 国赶老街其他地区几乎全部解放, 因此这场战役如果打响的话, 国赶同盟军一定会集中优势兵力将米线沟军事基地全面拿下, 全面拿下之日也就是国赶地区全面光复之日。 当然有人会说,南天门不是还有个据点吗? 南天门那个据点, 目前来看购不成对同盟军的任何威胁, 只是一手南攻而已, 而且已经有作战小分队在那里与南天门缅军激战了。 所以说米线沟军事基地之战, 可能是国赶地区同盟军与缅军之间的大战也是中战。 米线沟那里可是驻扎了两位准将呢, 缅军总不至于现在都已经悄悄地安排他们坐直升飞机逃走了吧。 如果是这样, 那缅军从此以后名声扫地再无威望可言。 总的来说, 我觉得最后会谈崩, 还是会继续打下去, 你觉得呢? 这里是胜历史, 订阅我, 融入历史的大舞台, 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 。